它吃起來呢 香香QQ 然後又有黑糖的芬芳 那大家就一起找機會 走空試試看吧 想要把它咬下去 很耶 大家好 我是塔咪 歡迎來到國民媽媽的家常菜 嗨 歡迎 我記得以前大學的時候 有一位來自澎湖的同學 老師是幾年前啊 欸 這個背後學 他只要放假 寒暑假回去呢 然後再回來上學 都會帶好幾盒黑糖糕 來分送給全班同學吃 那個香Q 然後黑糖的甜味 讓人家很難忘 所以呢 我就想說 在家裡是不是可以復刻這樣的滋味 然後就試試看 簡單的食材要讓簡單鋪動 就可以輕鬆製作出 香Q好吃的黑糖糕 大家一起來試試看 好 我們先來煮我們的黑糖糖漿 好 黑糖倒入我們的醬汁鍋 然後水 然後開火 然後稍微攪拌一下 不用煮滾 讓黑糖融化就好了 好 我們差不多溶解之後呢 關火 然後加我們的蜂蜜 想要加 加下去 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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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黑糖漿呢 煮完之後呢 靜置放涼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攪拌盆 然後還有我們的過篩濾網 把我們的粉類倒進來 中筋麵粉 素薯粉 毒濾泡打粉 然後我們來給它過篩 這個刮刀稍微把它壓下去濾出來 要幫忙 要幫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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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 欸這好像在玩什麼 綠豆 綠豆沙 好 我跟你玩 這個很難懂 因為 你要不要放棄了 我可以啊 我就知道 黑糖漿分兩到三次 倒入我們的粉類 然後我們攪拌均勻到沒有粉狀 這個好嗎 這個不用 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怕你跑來跑去 捨不得讓你跑來跑去 行嗎 好了 我們再拿一次濾網來過篩 我們這個過篩動作主要是 讓我們剛剛攪拌的動作 如果還有結塊的話 可以再塞過去 就不會有結塊的問題 好 我們選一個適合的模具 在模具內部 抹上一點植物油 黑糖麵圖倒進來 我們來蒸我們的黑糖糕喔 蒸鍋 然後倒入水 然後我們開火 好 我們的水滾了之後 再來放進我們的黑糖麵圖 然後蓋上我們的鍋蓋 然後轉中小火 然後我們黑糖糕 以中小火蒸大概15分鐘後 先蓋 然後我們用我們的炭蒸 吃進我們的黑糖糕裡面 如果沒有什麼沾黏的話 就表示它已經熟成了 今天我們來自澎湖的黑糖糕 來自我們塔米家的黑糖糕 香Q完成了 它吃起來呢 香香QQ 然後又有黑糖的芬芳 在家裡呢 只要自己動手 拿一拿 然後就可以 吹一吹 然後就可以完成了 那大家就一起 找機會 有空試試看吧 大家如果喜歡這道黑糖糕的話 麻煩請大家給我按讚 分享留言喔 謝謝 我看到小火 那就是小火 有油 很重要 聽到小火